两名分别只有2岁以及3岁的小兄弟 误食了含有老鼠药的零食 结果中毒目前生命都垂危 这起事件昨天也就是7月7号 发生在击打拘邻 拉五雾煞的干风发当舞弊 那拘邻警区主任阿兹祖在文告当中指出 这对小兄弟的母亲到警局报案 指两名孩子不小心吃了务农的邻居 挂在篱笆上面用来诱补猴子 含有老鼠药的一包零食 结果这对小兄弟被母亲发现的时候 他们已经是出现呕吐以及口吐白沫的现象 目前警方是援引2001年儿童法令第31支EA条文 也就是疏忽照顾孩子 导致孩子暴露在危险下 以及刑事法典284条文 对任何有毒物质轻率处置 两条条文来展开调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